近来,滚滚和悠悠有些焦虑,他们觉得傅君和娘亲的相处十分违和。 云以为,十万年的分离之后,在众人心中早已羽化的傅君意外归来, 以傅君和娘亲的情深一切,定然很快就会恢复到曾经的秘礼调游中去。 可谁知,一向舍不得傅君受委屈的娘亲,竟然未曾实时相伴左右嘘寒问暖, 而一向惯会趁着头痛脑热跟娘亲卖乖的傅君,竟然也老是躺在寝殿休养。 有两次,他们在寝殿门外见到端着茶盏, 点心的娘亲,明明只差跨进去的一步,却无端地停下发起呆来, 见他们过来才故作镇静地将手中误事转到他们手上, 说自己还有事要忙,让他们把东西端进去给傅君, 而傅君也常常心不在焉,面上平静无波, 眼神却时常瞟过殿门边,仿佛在盼着谁的到来。 难得相聚的一家人,在滚滚和悠悠地提议下坐到一起用善。 娘亲的手艺一贯的精湛,一桌菜肴琳琅满目, 然而席间异样的气氛总使人觉得拘束。 傅君和娘亲人会给他们夹菜, 也都微笑着听他们搜藏瓜度找出来的话题, 可他们之间却少了许多互动, 自然而然地触碰与亲近被友谊地隔绝了。 火温情或火热地对视消弥在了刻意的回避里, 但也说不上冷漠, 他们总在对方转身或忙于做什么的时候悄悄头去注视, 又在那人察觉前装作无意地移开视线。 倘若是一般相敬如宾的夫妇, 这诚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放在他们傅君和娘亲身上, 任哪个熟识的人来瞧都要大呼反常。 滚滚和悠悠早已不是治儿, 见他们如此, 不免心中疑惑与交集。 在他们十万岁的当口, 滚滚和悠悠一个成了傅君太成功的事物, 领着少君的名头, 除了每年五月初五要代替父君去清云变主持非生仙者们的觐见朝会之外, 又被新任天君阿黎顺理成章的拉去担了差事。 一个从娘亲手里接过东荒女君的封号, 却少有理会足中事物, 倒是把娘亲清秋大魔王的爱好继承了圆满, 醉喜不受拘束的往来各解, 做快言仇, 行走江湖的侠女。 所以, 兄妹俩虽则都是三十万岁出头, 王贤却着实不均。 于是, 出于子女的一片孝心, 这剧中调停的活便落到了悠悠身上。 滚滚十分阵阵有词, 女孩子吗? 在父母眼里都是贴心小棉袄, 总要好说话些。 悠悠也乐于做这事, 小时她与父君就亲后, 即便后来跟着哥哥去了昆仑须拜师于墨渊上神门下, 每次回家都能得到父君的小礼物, 反观滚滚则更多是接受来自父君的特别指导, 美其名曰藤爱有家, 因此被哥哥羡慕也就不稀奇了。 不过她与滚滚向来在大事上有商有量, 这样安排自由考量。 然而, 事情进展并不怎么顺畅。 虽说孩子无论多大, 在父母面前仍是孩子, 可她与滚滚到底过了娇憨无忧的年纪。 对于大多数九重天的先者而言, 他们也已是老祖, 尊尚的辈分, 加之十万年前父君证然离开, 无论是滚滚还是悠悠都一息之间沉稳许多, 如今再要找回年少时的感觉着实不易。 悠悠想起了许多年前在父君身边淘气嬉闹的样子, 却也做不出变作孩童讨人欢欣的事来。 她想到小时父君最爱抱着自己的云身到处闲逛, 于是最后出现在东华身边的便是一只赤金色毛发的九尾狐。 东华意在纠结, 对于两个孩子, 他和凤九很有默契地维持着面上的平和, 并非不信任, 而是这个话题说来沉重, 何须让孩子们烦恼? 太成功掌案先官早已患了陌生面孔, 重灵去了哪里他未急着问, 三十万年的时光里可以发生许多事, 离开的, 逝去的, 缘起人灭, 分和离散, 既已知道此处是另一方天地, 他无意让更多离仇别蓄扰了心神, 其中奥妙且待他一一叹来, 只是, 他不知因以何身份与心情来面对凤九, 日间, 殿中空阔, 他常听得轻微的脚步声停在殿门外, 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倾听对方的呼吸, 心跳在长久的等待中从积热到平静, 从期待到惆怅, 却难得有个照面, 夜晚, 在外人看来, 他们却然歇息在了同一个寝殿里, 实则却是, 他在里间, 凤九在外间, 二人分塌而眠, 他在刻意躲塌, 睡前总要收拾好久才肯进来, 晨间又早早起来忙碌, 仅仅为了避开与他的相见, 东华怕他休息不好, 便只有收敛气息中作已然入睡的样子, 好让他早些就寝, 而他常常在黑暗中静听不远处的声响, 闻到隐约传来的幽香, 想起曾经小白的笑语欢言, 觉得怀中格外空落, 幽幽化作原生来陪伴, 东华欣慰中又有些为难, 他记忆中的幽幽还只是刚出生不久的奶狐狸仔, 作为喜好原毛的孩子他爹, 自然是怎么撸都不够的, 可此时的幽幽无论是人生还是兽型, 分明已经成年, 比他娘亲当年的一介幼虎都不知年长了多少倍, 就算是父亲也不好上下起手, 需得注意纷纷才是, 他十分克制地摸了摸毛茸茸暖轰轰的狐狸脑袋, 那小脑袋甚为亲密地蹭了蹭他的手掌, 还伸出舌头舔了舔指尖, 他很自然地伸手去挠女儿的下巴, 约莫被挠得舒服, 他亮亮的眼眸半合, 小脑袋扬得高高, 恨不能再将更多软肉贴过来, 东华看得一笑, 这姿态确实十分有家族渊源了, 他在女儿鼻子上刮了刮, 说道, 悠悠还像小时候一样爱撒娇, 悠悠见父亲神色放松也有些开心, 索性将脑袋搭在他身上闲聊起来, 哪有, 我那是对父亲才这样, 要说撒娇, 哥哥家的小崽子才爱撒娇呢? 滚滚都有孩子了, 东华一脸愕然, 可转念一想, 儿子的确也不小了, 不是谁都要像他一般到三十多万岁才成亲的, 只是, 以往别人叫他爷爷不过是从辈分上说, 这回是真的有了血缘上的孙辈, 让他有些恍惚, 一时半会不能适应这新身份, 悠悠瞧见东华惊讶, 想起娘亲交代过, 父亲因为受伤可能忘记了一些事, 让他和滚滚多多干代, 不要让他太激动, 以免影响伤势恢复, 他赶紧补充道, 哥哥自从跟阿叔嫂子成亲之后, 是到了最近十万年里, 才有了这两个小崽子的, 大的女儿今年六万岁, 小的男儿刚满三千岁, 爱撒娇的就是那个小的, 赶没有让哥哥领来给父亲瞧瞧, 阿叔, 滚滚有两个孩子这件事算是解释过了, 儿媳的身份又成了他下一个疑问, 阿叔就是连三殿下和祖提神的女儿, 父亲, 您不记得了, 悠悠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神色, 东华思语祖提算是同辈, 前几日听说祖提归来也是欣喜的, 可是连宋多年妾儿不舍追求成玉的印象犹在, 此番竟将风流变作下流, 他着实有些接受不能, 正没问道, 那成玉元君呢? 成玉元君就是祖提神的化身呀, 父亲, 悠悠见父亲果然忘了许多事, 暗自忧心, 当初祖提神归来时, 您还亲自去迎接了, 未曾想到祖提归来中还有这些因果, 东华倒不急着让悠悠说了, 以凤九和成玉的关系, 这是问凤九因能知道更多, 他又感叹, 连宋这被自己一手带大的小友终于也得偿所愿, 这后来居上的速度倒也不慢, 不仅修成了正果, 还与自己成了儿女亲家, 也算有缘, 不知在何处的连宋并不知道, 自己方才在东华心目中, 显显逃过了渣男这顶新帽子, 关心完了别人的八卦, 话题又回到自家孩子们身上, 对于滚滚有了两个小崽子这件事, 东华已欣然接受, 并觉得很好, 他低头摸摸搭在腿上的狐狸脑袋, 问道, 那你呢? 悠悠, 悠悠一愣, 方才反应过来父亲在问他什么, 这个问题在他三十万年的神声里实在被问过很多次, 尤其是青秋的诸多亲戚, 每次碰面都要念叨几回, 他早已想得通透, 所以此时不过懒散地趴着道, 我不着急, 父亲在我的年纪还没遇见娘亲呢? 东华文言一乐, 悠悠的个性倒向他, 他捏了捏他的鼻子, 你还拿父亲做法子, 不过这是也讲个原法, 我与你娘亲, 只希望你平安顺遂, 他原想说说自己与凤酒, 可这里到底有些不同, 不提也罢, 至于悠悠成不成亲, 生不生仔, 其实他并不在意, 作为父母不过希望孩子开心, 他想要走怎样的路终究要问他自己, 即提起这个话题, 东华便略微往这上头想了想, 不知怎的, 方才听说滚滚娶了媳妇倒也没什么, 一想到悠悠万一跟谁看对了眼药嫁人, 便觉浑身不自在, 连扶着狐狸脑袋的手都不由中了两分, 引来悠悠探究的目光, 东华此时倒更能理解当初白亿对自己的那份怨队, 养了多年的珍宝被横刀夺去, 任谁都美好脸色, 他想着, 悠悠在没有心仪之人也不是坏事, 即便养一辈子又如何, 与悠悠的一番闲话, 的确让东华转移了不少注意力, 今月又得了不少讯息, 他虽不想太过深入这方天地, 可面对熟悉的人与世, 难免受到影响, 此刻他不就像个老父亲似的, 操心起了儿女的终身大事吗? 悠悠见父君眼中添了神采, 幽思也略淡了些, 等不及要告诉滚滚去, 心中又筹谋起了另一个主意, 隔了一日, 用过早膳, 今日凤九道没有寻着由头外出, 凤了茶来便不声不响坐到一边的矮榻上, 低头瞄着什么? 东华手中握着一本随手捡起的书册, 目光却不自主地往凤九那边拐去, 他线条优美的脖梗弯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有一些细碎的发布集书进油光水滑的发际中去, 毛茸茸地支棱着, 反让他觉得生动可爱, 从东华的位置看不清他的脸, 倒是长而卷曲的睫毛分外清晰, 每一次颤抖都如蝶翼轻斩, 将吸引洒到了心里, 理智的告诫与情感的贴近, 思念在矛盾中开了花, 又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花儿凋落, 他费了不少力气来隐忍自己蠢蠢欲动的手与心, 不知为什么, 凤九的耳朵有些发红, 头也越沉越低, 快要碰到苗茸的纸上去, 东华正在诧异凤九的不回避, 但要出言相问, 却听悠悠前来报信, 父君, 娘亲, 哥哥带着嫂嫂和侄女侄儿们来了, 原来是为了这个, 东华历时猜到了凤九的用意, 这是要在孩子们面前维持体面, 虽是他提议的, 仍不免生了失落, 他还以为他们之间约略有了改善, 可是, 他又在期盼什么?